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近年解决香港房屋问题成为业话 无论是各类研讨会、民意调查 甚至施政报告都以此为卖点 立法会在10月20日三毒通过的 《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》 坦白说 只能在这个全港关注的议题上买出了一小步 为什么这么说? 一啰啰的问题仍然然然而未缺 没有设定起始租金 15% 营救里地的加租幅度 没有厘清业主维修责任 以及留下过场的立法空窗期等等的多处漏洞 恐怕依旧未能有效保障基层劏房户的权益 随之令新法例形同虚似 甚至令劏房户雪上加霜 硬件政府对待劏房这一类社会问题 每每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迟迟未见真将来应对解决 香港作为举世供应的发达健全社会 如今就有20多万人居住在劏房农屋这些恶劣环境之中 既存家庭想要入住公屋 平均轮后时间已经拉长到接近6年 政府白纸黑字承诺的三年上楼期限以形同摆设 规管租金等等市场的行政干预 归根究底仍然是指标不自本的临时举措 长远来看政府都是要加快密地增建公营房屋 令到城市尽快告别房屋供应的紧张局面 早前在施政报告之中 讲过有关重组政府架构 加强解决房屋土地问题 以及加快审批土地流程和兴建公屋等等的速度 希望当局真的要讲到做到 房门之间必须要有弹性思维 不可以继续阴巡狗车踢一踢战育日育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